词曲 李宗盛 之前多多少少都已经听过我的演讲 因为我有一个规定 如果没有听过我演讲的 我是不教手法的 因为当你观念不清楚的时候 学了这个手法 我怕各位会误用 而且健康最重要的是观念 其次才是手法 有了正确的观念 你就不会把这一套 当作是一种按摩舒服的 它甚至了解了之后 原来病有些 都是可以很简易的处理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学手法之语 也能够常常在观念上 常加薰修 这样对各位 绝对会有帮助的 这一套手法 我已经用了好多年 不断在修正 修正到很简单 而目的无非是要让各位 很快学会 所以各位如果以前 不管你曾经学过 指压按摩或经络 推拿 我希望心态上 最好都能归零 这样才能够学到 一些好东西 在学习的过程中 一般容易出现的 比如互相练习的时候 把对方揉痛了 揉痛了一定要 很清楚地告诉对方 这个痛 如果是因为位置对 而用力过大 那么这些痛 一般两三天会消失的 你一定要告诉对方 要不然对方 可能以后就不给你推揉了 如果对方进一步问 那痛了 还能不能继续推揉呢 答案是很简单 可以 但这时候 你的力量 一定要很轻 因为他的痛 是在表层 肌肉层 最好 还要鼓励患者 要温敷 这样患者 就能够 很安心地 在下一次 给你 继续 用原始点来按推 学习了原始点之后 我希望 大家 也能够 把这一套 帮助周围的人 因为 人 都是一个学习的 学习是多方面的 最重要 是要把自己的格局 学得更 越来越大 当你帮助了别人之后 我相信 你学习 就会更 踏实 这是很重要的 那学习过程中 如果 有人纠正你 我希望大家 也能够 很谦虚地去接受 最后我要告诉各位的 现在你们 接下来要看到的 这个片子 是很多人 花了很多心思 然后各种因言 具足了 才能拍成的 所以 今天 有这么好的片子 大家一定要抱着 一种感恩的心 来学习 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学到 很好的东西 谢谢各位 各位朋友大家好 回想当时候 新加坡拍摄的影片 到现在也已经有两年多了 这两年多 来很多各地的学员 虽然没有机会 到基金会来学 但因为 藉由影片 的自己的揣谋 也帮助了很多人 这两年多来 也陆续发现 从光盘里面 学习过程中 最容易犯的错 所以也希望 藉由这一次 再把它补拍 而当时候 新加坡拍摄的 是由很多 善心人士 出钱出力 到现在 我还感恩着 因为他们的 努力跟付出 才造就了很多 各地的学员 学习的方便 也帮助了很多人 那 今天 要拍的 只是上一次的延续 上一次拍摄的 已经非常精致 包括位置的点 还有摄影 都是一流 那今天要补拍的 就是这两年多来 发现的错误 我们希望 藉由这一次 能够让各位学到更完整的 上次没有讲清楚的 也能够这一次 一并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不贵 我们不贵 我们不贵